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忽左忽右 首先安利一下忽左忽右的微信公众号 也就是在微信页面搜索忽左忽右 你会看到一个名为忽左忽右left right的公号 那就是我们 在公号里我们会同步每一期的节目内容 并向听众提供当期节目的文字信息 以及更多的延伸材料 方便各位的收听 这一期来了北京 今天约了两位朋友 其中一位也是我们的节目听众 当然也是我个人的一个很好的朋友 一直公职于媒体的 在新浪微博上也有很多粉丝 熊阿姨 刘敏 大家好 我是熊阿姨 然后我们今天最主要的一个嘉宾 也是我们当代中国文台 一个很重要的作家 徐泽成老师 忽左忽右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徐泽成 一个作家 但我的主业是一个编辑 现在是人们学的副主编 业余写作 当然我写作的时间 远远比干编辑的时间要长 今年是我写作的第23年 所以也是一个老同志了 一个老运动员了 你写作的追逐到最早的话 其实可能一直要到90年代末 那会儿你应该还是一个大学生 我最早写作 是高中就开始写小说写诗 但是有意识的觉得自己要成为一个作家 是大一的暑假 是97年 我高中一直想考的是法律 一直想做律师 但是最后高考考砸了 进了中文系 就突然不知道该干什么 有种被闪了的感觉 但是中文系的学生 不知道干什么 就是起码你有一件事考看 看书 天天钻图书馆 突然有一天 看了一部小说 我觉得这个小说挺好 能把一个陌生人的内心 非常纠结的 复杂的 难言的 那样一些想法 给写出来 而且还表达的这么好 因为我觉得做作家也挺好 反正不知道干什么 那就当作家吧 那个时候作家对我来说 的确是挺神奇的 我就觉得我想的很多东西 都是别人想不到的 或者是我觉得我个人的经历 我个人面临的挫折 是非常独特的 谁知道作家居然能把 这样的一种感情 这样一种想法 通过非常艺术的方式 把它呈现出来 而且呈现的 比我想的 还要有逻辑 还要周到 还要深刻 那我觉得这个职业不错 那就干这个吧 就这样就成了作家 你在那个年纪 就是在 可能高中的时候 就已经有这种意识 觉得自己经历的这些 挫折也好 或者自己对很多事物的思考也好 是很独特的 我所谓的独特是因为 我高中的时候 生过一段时间的病 其实一直延续大学 就是神经衰弱 看起来是一个 很小的一个毛病 反正不自然 但是它搞得你很痛苦 尤其是高考期间 然后神经衰弱 它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 想看书的时候 头疼开不进去 想睡觉的时候 睡不着 但是白天 又犯困 就整个人那个作息 完全颠倒了 因为当时严重到什么 严重到已经到幻听的程度 就我站在大街上 要过马路的时候 我得左右看 整个人变得特别的迟钝 然后耳朵里面 一直想一些奇奇怪怪的 常年想着奇奇怪怪的一些声音 整个出一种灵魂半出窍的状态 反正整个感觉特别的糟糕 而且那个时候 我一个人又在外面 离家很远 但是高考的时候 没有人跟你说 你需要排遣 需要倾诉 没人理你 所以整个就是那种特别 当时是觉得特别的孤独 特别的凄苦 那样一种状态 就写日记 我是在高三 写了很多的日记 现在我回头看 这是胡言乱语 都不知所云 但是写了那么多以后 它有个好处 就是把你写开了 现在我已经 我总结了一条 治疗神经衰弱的一个方法 在小说里面 那个小孩就是跑步 医生也说 最好的办法就是常跑 让自己动起来 对 所以你刚一说到 你自己神经衰弱 我就想 你确实你后来的这些作品里面 包括今年新出的 他的主人公 其实就是一个神经衰弱的 一个高中生 对 高中生 90年代末 你进入到大学之后 是进入了中文系 但是后来 其实你在学校里面 就是接受教育的这个时间 其实还是非常长的 后来包括在南京也好 包括那个你应该是 02年到的北京 对 但是在北大读研 也是读的中文系 对 也是中文系 那那会儿的话 比如说04年之前 你当时有集结出过书吗 没出过书 但是我写了不少东西 也发过 对 我99年就开始发小说 所以你的第一本书的话 就真的是当时05年出的 05年第一本 就是鸭子是怎样飞上天的 是中华文学基金会的 21世纪文学从书 中间的一本 05年出了这本书 是所谓的正式的踏上文坦了 但其实在0504年那会儿的话 我觉得出书已经是一个 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一个标准了 在这之前 它其实更多的一个铺垫 可能来自于 比如说你在一些专业的期刊上 可能发表一些短片中片 这套门路 其实直到今天的话 好像对于严肃文学 这块依然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路径 当时那套书 它之所以能出来 也是看你在期刊上的一些东西 就是首先被期刊认可了以后 它才能节级出版 当然在现在 一个相对来说 就基础比较扎实的一个作家 走的还是期刊的路子 就是我们现在中国的文学人才 或者是作家的培养机制 它基本上是一个期刊培养出来的 假如说写要说 从短片到中片再到长片 因为期刊的门槛 相对来说 比直接出书 其实要高很多的 当然肯定有那些 可以不经过中片短片 这样的一个训练 直接写长片 成功而且写得不错的人 这个不能否认 但是总体来说 对小说这个行当 因为它有很大的技术性在里面 有些东西还真的是 必须要一点一点训练 这个技术活必须要练出来 所以有的一些作家 可能第一本书 他没有经过期刊 写的也挺成功的 但是后来你会发现 写着写着可能有点后劲不足 这个后劲不足 它有很多方面 一个是滥用自己的一个题材 就是每次写的时候 把自己最熟悉的 最想写的 一下子全给批发了 还有一个 就是因为在技术上 它可能有一些 可以让它再生的 让它增值的 如何把细节 跟个人的经历 跟经验相结合的那样一些方法 它没有充分的掌握 所以全是硬货 那么一个人有多少硬货 所以经过期刊 它其实是一个 从个人的经验 往想象那块 发展的这么一个阶段 这已经能看出来 现在很多的80后 甚至很多90后 一开始写的真是挺好 起点都很高 写的也很精彩 但是写着写着 就消失了 当然你可以说 这个世界上诱惑很多 它干别的了 别对它来说 更能体现价值 当然有这种可能 但是里面 我觉得一定还有一个 就是写作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资源枯竭了 或者说 它缺少后劲了 那它可能 进入一个平静期以后 它的转行 在一定程度上 可能也是被迫的 其实这个也是过去 包括大众媒体 也一直在讨论的 所谓的第二本书的困境 对 有的时候我们说 好听一点 是一本书主义 但是写作这件事 它一定成功 它其实也是一个职业 既然是一个职业 它就要一个可持续性 一个长期性 我们个人的经验 个人的经历 它其实就是一个引子 是一个教母 然后有一些新的东西以后 它可以不断的放大 它放大了 也是一个实实在在的 有价值东西 可以把更多的 更宽阔的世界 那些更价值东西 引入进来 否则我们就局限在 自己的一个小世界里面 你看到什么写什么 你再睿智 再聪明 再深刻 你看到也不过是 一个人的目光之下的东西 我最早看到你的作品 其实就跑步穿过 中文村 对 因为本身它这个书名的话 就很吸引人 但是其中里面 其实是三个中篇 而且它关注的这个人群 就用今天的话来说 就是一些可能都市的一些边缘人群 尤其在北京这样的一个大都市里面 最近几年可能低端人口 这样的词汇 又在很多媒体上被放大了 其实今天看起来 你在那会儿 关注的这个写作对象 往往就这样一批人 比如说天下广告的也好 或者卖到晚叠的也好 这么一批人 这个书本身是在你研究生毕业 一年之后就大概出来了 所以这个素材是你读研的时候 自己的一个写作计划里面的 我在读研期间 其实也写过这样的作品 在跑步之前 我写过伪政制造者 写过阿北京 写过我们在北京相遇 其实写的都是这批班员边缘人 因为当时认识一批这样的朋友 北大在北京西郊 那个地方一度时间 他其实住了很多的外来人口 经常会跟他们在一块聊天 你最早到北京来的话 其实因为之前你的工作也好 读书也好 都是在南方 包括你老家是在江苏东海 这都是在黄河一南的地区 你最早做一个 其实外地来北京读书的 如果我们套进法国文学里面的话 就是外省青年 来到北京之后 但我的理解 这种通过读书 这个渠道来到北京的 应该也是一类圈子 包括像熊阿姨 你是东北 你是辽宁人 你辽宁人来到当时也是 也是通过读书来北京 是 就是我的理解的话 这种读书来北京的这群人 应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群体 但是他和那些 比如说我们说的手工业者也好 或者一些外地 比如说作为像农民工 作为建设者也好 似乎确实不在一个话语圈层里面 你当时在北大读书的时候 你怎么去有这个动力去接触 这群人 以及通过什么渠道来接触他们 跟我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 一个是我从小生活在乡村 就现在所谓的低端人口的生活 我是很清楚的 你小的时候想吃一顿肉都很困难 我小的时候放了那么多年的牛 整个就是一个放牛娃 很多东西都没见过 比如说巧克力 我牛奶是工作以后才开始喝牛奶的 巧克力是什么时候 高中以后突然有人拿出来一个东西 说巧克力 我第一次吃巧克力 我觉得这玩意太难吃了 我一开始把它当成糖 糖应该是甜的 它是苦的 因为很多的东西 我觉得跟这样一批人其实很像 而且小的时候 我是跟我爷爷奶奶在一块生活的 从小就有一些木器 就是因为跟老人生活 所以你才会小的时候 显得特别有主见 很多事才会一个人要扛下来 如果是那种经不起事 那有点事 我可能就喳喳呼 我就叫起来了 家里边你都跟我过来 对吧 把我这事给弄好 就因为老人在一块生活 所以长时间形成这样的一个性格 也是跟老人在一块 你可能更会体贴人 比如你在北京读研的时候 你怎么跟那些 就是跟你圈层不一样的人接触呢 就是你可能在学校里边 就也不太会接触到那些 北京郊区的人 做体力活的 蓝领啊这样的 首先这里面有很多人是我的朋友 可能是我的老乡 就是你天然可能认识他们 这是余生俱来的一个关系 第二个 我那个时候已经把自己 自命为一个写作者 那的确长时间就练成了一种本能 就是观察 比如说对那些小广告 对路边站的一些人 我可能会多看几眼 当年我写了很多卖碟的卖盗版碟 为什么卖盗版碟 是因为我看电影 当时不像现在 这个网络资源这么丰富 看什么电影 你在网上都能搜到 那时候完全没有 你要看电影 尤其看文艺片 你必须去卖碟 卖碟我就认识了一大堆卖碟的人 跟他们都有联系 大家都是在外面吗 年龄又差不多 一聊就很容易聊起来 经常在一块吃个饭 喝个酒 聊聊天 在这里面 那国你从别人那边 偷了很多故事来 就是这样 你越是这样跟他们聊 你觉得对他们了解越多 你就越能去认真去理解 一种生活 一种人生 理解一个人的艰难 所以小说里面 我会写到那么多 很多人都很奇怪 为什么小说里面 最后没有一个人有好结果 我说不是 我不愿意给他们好结果 因为这样一种生活 它必然就是这样一个结局 我认识那么多的朋友 最后都离开北京了 没办法 成家立业 你在北京 这个生活成本如此之大 而且还有很多问题 你是解决不了的 我那么多的朋友 那个时候还还有赞助证 半夜里面 当警察一脚踹开 有没有 没有立马 潜松回去 他有一个收容点 就是这个地方的 比如说东北的 东北的这个县 大概就往这个点一弄 然后聚集有人 把它给遣送回去 那个时候是经常出现的 有一个赞助证 所以后来有了孙志刚案 然后赞助证这个取消了 我当年在这里租房子 去办赞助证 我跑了六趟 办一个赞助证 所以你就觉得 他们在北京生活 所面临的一些困境 其实我也不等程度的 也经历了 是 比如说那些人 就是在00年前后的时候 大家对北京这个符号的 这个定义是什么呢 就比如说你来北京 可能因为这有最好的大学 有最好的导师在这个地方 那可能现在很多年轻人 还是因为这个原因 来考到北京 那比如说一些体力工作者 他来北京 他的目标是什么呢 他们也有自己的 一个精神追求 这个精神追求 可能不能像一个知识分子一样 我在这儿 一二三四五 条分履息的列出来 他们会有一种 朦朧的一个东西 比如说情节 像我们这代人 当然我比你们俩都大 我们这代人 还有我当初认识的人 可能比我还大一些 他们所受的教育 真是那种 非常传统的社会主义教育 来北京跟来上海 是不一样的 都是谋生 但是来北京 他们会想着 从小接受的教育是 这是首都 他们来这个地方 除了我们认为的 弯腰能捡到钱以外 他还有一个情节 我要去某一个 符号性的一个东西 就像当年巴尔达克小说里面 很多人到巴黎 你完全可以到其他地方 可能过得很好 比如现在北上广 对吧 除了北京之外 上海广州深圳 全是好地方 在那边挣钱 可能比北京还容易 但是很多人还愿意 到这个地方来 就是在他们 从小接受的教育里面 这在某种上 它是一个圣地 比如说我刚到北京回家 我给我们邻居 带一点烟回去 我觉得很多的烟 都很好的烟 然后他们说 哎呀 你下次能给我带别的烟 我说带什么烟 中南海 你说这个中南海 跟他们有什么关系 但是他们觉得 你整天 跟国家领导人生活在一块 如果你带来一个中南海烟 他抽的时候 他会觉得心里面 那个距离一下子拉近了 很多我那些朋友 临走的时候 最后看的一个地方 是天安门 就走之前 再看一眼天安门 他会觉得 与某一个符号 在分别 这就是一个情节 这是一个受罪国家的 我们这一代人 乃至上一代人 他们一个共同的情节 是 所以这种其实非常感性的因素 在这种 我们觉得可能他的 就是出于外界 很多一些直觉的一些看法 会觉得他们的一些 实际做出来的一些选择 可能是出于一些 很生存方面的一些考量 但其实有很多感性的因素 在影响着他们 对 这些东西其实很重要 就很多人 其实在这边 已经生活不下去了 但是他不愿意回去 你回去以后说 混不下去了 在北京这样 你回去觉得特别的丢人 就是等等 很复杂的一些想法 我觉得人的想法 虽然我们现在 可以非常好 这个表述出来 但是离真相 还是很远 那种最暧昧的 最微妙的 奇异从生的那种东西 我们依然很难 把它全部给呈现出来 那你觉得 比如说这种符号 在过去20年里 有没有变化 比如说就今年 或者去年 经过北京这种 就是清竹低端人口 然后北京 其实很多的时候 会展示出那种 我其实等级很森严 然后我对 留在我这生活的人 对你的学历 对你的家境 对你的就是前途 其实有极高的要求 在现实上 然后你有没有觉得说 这几年就是北漂 或者是来北京的人 就大家这种心理的想法 有没有有什么样的变化 就是他们跟20年前 来北京的人 他这个想法 包括因为受的教育背景 那个成长的年代 已经不一样了吗 你觉得根据你的接触 有会有这种变化吗 我们这一代人 跟我们下一代 他对北京的那种 所谓的意识形态色彩 那个程度会有变化的 因为我们小的时候 接受的教育 他就是一直是在 我们内心里面 建构一个符号 一个巨大的符号 你想回避都不可能 但是现在 它是一个相对 多元化的一个教育 就这个也很重要 但是对他们内心里面 他已经不是 像我们过去那样 是一个完全排他的 一个唯一的 一个巨大的东西 你那些朋友 就是现在莫 你在北京认识的 这一批朋友的话 因为你刚说到他们的结局 后来大部分人 都是选择了 离开这座城市 这个是在一个 慢慢发生的过程 还是中间 比如近20年来 有那么一些时间节点 让他们是 有一个集中式的 一个离开 就像我们17年 经历的那个 所谓的清理 低端人口 这个事件一样 他们是慢慢的 我觉得慢慢 跟他们人生的 一个发展有关系 比如说你 结婚生子了 那你必须要考虑 还有一个 跟整个的经济 有关系 如果经济一旦不景气 可能就想一想 算一下这个账 能不能留 还有比如说雾霾 对 那个雾霾 我很多的朋友 都离开北京了 一天到晚咳嗽 比如我儿子 连续咳嗽了四个月 雾霾过敏 我都快崩溃了 我当时想 如果这雾霾不退 再咳嗽一个月 我就得考虑 那后来正好四个月 就结束了 也差不多到我极限了 我看您今年出的那本书 就是北京西郊故事集 它用了一个 也是蛮有噱头的一个名字 但其实里面的 很多的一些 就是九个短片组成的 这些小说是 其实它的年代 可以追溯的很久 有很多从 比如说10年 11年那会儿 就开始动笔的一些 或者当时已经发表过的 一些作品 其中有几篇 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简直就是那种 社会新闻里面 会出现的这种故事 比如说像那种 讲一个 包括像 工地上的一个 互相伤害 其实有点 我用我们今天的词来说 底层互害 结果其实两个都是 非常令人伤心的 这样的一个家庭 像这样的故事的话 这也都是你过去 真实的接触到的吗 还是说 这个故事是真的 确实是你老乡里面 发生过的 我们家前面院子的家 而且戴眼镜 名字当然是不一样 他比我年长 他是跟我孤世一代人 成绩特别好 但是就是仕途不顺 我所谓的仕途不顺考试 平时成绩很好 尤其数学极好 但一考试就出问题 另外他心比较大 觉得自己成绩好 就像保育特别好的学校 那个时候不像现在 学校这么多 高考很困难 他60年代出生的 连着三次都落榜了 最后彻底绝望 就是人的那口气 三次还是四次 我记不大清楚了 就自己突然松了一口气 然后就算了 后来反正我小的时候 经常遇到不会的题目 我都趴着窗户 他们家的后窗户 问他 一转眼就给你做出来了 我当时就觉得 我小的时候特别的崇拜他 他结婚的时候 我还跑过去 天天在那闹心房 后来慢慢的 他也发生了很多变化 我18岁以后就离开家了 离开家以后 每年回去 偶尔能见到 偶尔见不到 但是他一个变化就是 开始戴着厚屏底的眼镜 度数很深 后来慢慢不戴眼镜了 就不再看书了 或者说他不需要 视力那么好了 再后来就看见生孩子 家里面条件也慢慢好了 突然有一年 就中秋 我给我妈打电话 我妈突然说 他死了 哎呦 当时一听 我这是后背一阵发凉 就觉得这个活生生的人 而且人那么好 突然就死了 然后就是在工地上 被人打死 那他那个工地是在哪工地 当然不是在北京 就是我就在想 一个当年 被我们的地方称为秀才的 就是很有学问的一个人 所以听他的那个 这个死讯 当时我还真是 特别的震惊 我开始是写了一篇 小文章 大概一千多字 题目叫 一个知识分子的死 基本上原封不动的 把我妈告诉我这个消息 之后那种震惊感 写出来了 然后稍微做了一点回忆 后来我觉得这个远远不够 还想写的多一点 最后就写了这个小说 像你刚提到的那位 就是住在你家前面的 这位他当时 比如说在工地上 就被人打死了 他也是一个 就是意外的过程 意外 就是正常的 一般不会出现这个情况 就各干各的 对 但是那个 真是无常 真是没办法 我现在回去以后 我还经常会问问 关于他们家的消息 但是现在孩子 也上大学了 但我印象很深你的一些 别的故事里面 比如说像那个 北京里面 那里面的那个故事 它本身是一个 有点像你刚提到的 就是三次落榜之前的 那个塔 就是一种心高气傲的 就是我一定要在北京的这种 它其实有点让我想起 那个当年那个 不是有电影吗 历春 里面像王彩林这样的角色 这样的角色 好像他就是 似乎是跟北京 这样的城市挂钩在一起的 但是他们始终又 无法融入到北京里面去 刚才说到天秀 就是被打死的 那样一个故事的主人公 其实小说里面我也写到 他一直希望到各个城市去 所以那个小说的题目叫 不存在的城市 他一直希望能够到 所谓的到世界去 到大城市去 但最后有这么一个结局 很多人到世界去 是通过不同的途径 像我们读书 可能能留下来 有的人就通过物工 甚至通过一些非法的一些途径 而另外一些 像阿北京里面的编工期 编工期那个时候的状态 应该说还是热血沸腾的 还是不断能给自己 给自己打鸡血的 那样一个年龄 他的那种挫败感 或者是宿命感 还不是特别强 我遇到的很多人 有的时候 他的那种挫败感 他可能是一瞬间就产生的 也有的是一点一点累加 累加最后 突然发现的时候 他已经扛不住了 就发现的时候 就发现自己已经扛不住了 那就要离开 我理解的 或者说我小说里面 写的很多人 我希望我的想法 能够在他们身上呈现出来 就是在年轻的时候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还是在这个地方待着 你看这小说里面 极少有时候 一来的时候就要跑的 对 无论经过什么挫折 受过什么打击 他还是希望在这边闯一闯 这个想法 其实是我自身的一个想法 现在我见到很多年轻人 尤其到各高校里面 外地的高校 他们会问 徐老师 我想毕业以后 到别双广这些大城市闯一闯 但是因为我在这个学校 或者是我的文凭 我的专业 可能没有那么火爆 去了 怎么样 生活不好 实现不了理想 怎么办 我从来就说去 只要你想去 一定要去 年轻时候有的愿望 一定要去尝试一下 即使碰得头破血流 你也知道我没有那个能力 或者天时地利人和 不足以让我在那个地方 实现我自己的一个理想 那么那个时候 对于人生来说 你就可以舍弃这条路了 但是如果不是 你永远会有遗憾 就是我就像 之前你提到的很多的 比如说那一带的这些 进北京务工的人们 他们可能从90年代末的时候 从世纪末的时候 当时就已经有了 这么一个想法 说北京就是我一个 暂居的地方 或者我会奋斗 但终究有一天 我可能会回去 但是这个平移到那个 比如说我们说知识分子 或者说 以这个高校的学生群体里面 这种想法成群的出现 似乎也 他们的那个时间点 要后置一些 因为好像是随着 最近几年 可能北京的一个居住成本 包括整个的一个居留成本 越来越高之后 包括我也接触到很多人 已经不再把 甚至他可能还在大学 读书的时候 他已经不再把 一定要留在北京 或者在北京买房 当成一个目标了 但是平移到 比如说十年前 尤其对很多 比如说我们说那些小地方 中小城市出身的 这些学生来说 其实逃离家乡 是他们的一个 甚至有一点 根深蒂固的一个想法 反正去哪都行 但是我不要回到 我原来居住的 这个小城镇里面去 这批人的话 其实最近几年 其实就会经历到 这么一个转变 因为这是一个预期 其实就不断被打折扣的过程 我想知道 你对这部分人的 这些思想转变有兴趣吗 这个现象 其实十年前 我在写这一部小说的时候 我就认识到这个问题 我是05年毕业的 毕业的时候 我就对我 后来的一些师弟师妹们说 我说如果在北京 找不到好工作 那个时候已经很难 找特别好工作 尤其上北大出来的 一般都是进一些 好的一些科研院校 科研一些机构 大学什么的 如果找不到特别好的坑 我说你们别待在北京 我当时之所以这么说 就是因为写了这批小说 我发现那样的一批人 我小说里面写的那批人 他们都有执念 想来北京 但是经过了高等教育 这么系统的高等教育 我们的内心应该更开放 思想更自由 不能就盯着这个地方 而且已经在北京 待了这么长时间了 这十年来我觉得这个情况 就是年轻人不再像过去那样 真的是有那么一个执念了 现在他们会考虑自己 北京固然要好 我是不适合 我恰恰觉得这是一个好事 就是现在的年轻人 我刚才一直在想经交这个概念 因为像比如我在北京 我在读书 然后留着工作 去了一个还自己挺满意的单位 然后我当年还能拿到户口 然后我还是在房地产彻底起飞 之前还上了车 所以我就觉得 我算是一个半个既得利益者 虽然就不如70年代生人 运气特别好 然后我就在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因为比如说我去京郊 这几年也有几个采访 印象很深的 有一个小武机场 那边是一个汽修的 一个集中的地方 然后说是有一个大院里边 然后着火 死这一家人全都死了 是福建来的人 包括几个小孩也都死掉了 然后那次我去那个小武机场 那个地方 当时我还没有车 我是坐了 倒了好多好多车 坐公交到那个地方 你要想到 东五环其实也不是 特别偏远的位置 如果从地图上看的话 结果到那发现 就到处都是那种小的农民房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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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每一个农民房 那个院子里边都很森严 其实他们前后院 都知道这人家是福建来的 然后跟我说话的那个人 也是明显带着南方口音 然后就第一次意识到说 原来就是外地人来 北京从事某个特殊的产业 他是收废品 或者是修气修 或者是干嘛 他是有一个集群的 然后那个采访 因为他们家实在太封闭了 他把大门一锁 你作为记者 其实就踩不到任何人 然后那个题没做出来 后来我有几次去动物环的时候 每次路过那 我就都在想说 我有没有可能 就这个地方的产业分布 有没有什么变化 但其实我这几年也不太清楚 就我跟他们就再也没有 打交道的途径了 然后但是有很多事情 比如说我在京郊 也去采访过那种 打工子弟学校 然后京郊采访过那种专门针对儿童性侵的那种NGO 他们在那开了个福利院 然后当时17年清理低端人口的时候 我去南边还遇到了一个专门治网眼的学校 那个治网眼的学校呢 就布了一个藏传佛教的佛堂 就非常神奇 它下边是那个 就是纺织工厂 然后楼上是 他接了一堆那种遗族的小孩来北京 然后这个学校一看就是没有资质背景的 但是他们可能又教佛学 然后又教治网眼 又教什么文化课 你就是在京郊经常能看到这种 很神奇的混合体 这种混合体呢 比如说治自闭症 然后比如说给植物人就是做疗养的地方 以及那种就是临终关怀医院 他们只能在京郊分布 因为在京郊他的租金很少 然后大家对北京也是有一定的诉求嘛 就是你这个人实在治不好了 或者没有办法就把他送到北京来 然后北京有大量的这种受过教育的人 他可能对抑郁症啊 对临终关怀 他有一些新的观念 所以这些奇怪的因素就会汇集到一起 然后就在比如说地铁最后一站的那些地方 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些组织 然后如果不是我是来写稿的话 可能我也没有任何机会去见到他们 因为他离我的生活的范围实在太远了 但是你一到这儿 你就会觉得很神奇 就会发现就是这种混合体 还蛮有意思的 关于媒体很多题目 就是一个爆款的一个标签 比如说你写清华北大的人 这东西一定会是个爆款 你写北京怎么一定是爆款 包括我去年采过一个在抖音上做短视频的一个女孩 那个女孩也是从重庆大学毕业之后来了北京 然后他所有的标题都是 在北京看命要多少钱 在北京买房要多少钱 然后他包括就说他看房子 就是跟着那个中介去看租房子 说两千块钱在北京能租多少房 这种都是爆款 因为他很焦虑 然后满足了那种在北京的人焦虑的心理 然后也满足了不在北京的人 他对北京的一种想象 就是北京就是一个很焦虑的标签 所以就是我觉得 就是以前可能会觉得 北京是一个有政治意味的 有神圣的一个大家都想来的地方 现在北京变成一种就是高度竞争 然后就是门槛很高的一个地方 追逐梦想 然后快速淘汰 对 因为资源比较集中 人人都想分的一杯供 那世纪初的北京 就是你02年的时候来的北京 据你的观察有这么焦虑吗 看什么行业 我觉得这个跟人才的那种更替 有很大的关系 比如说刚来的时候 那个时候有很多的位置 无论是教育这一口 学术 我们所谓的业界文学圈 这样的一些 一批人都退了 然后空了一堆位置 接下来60年代出生这一拨人 或者70年代早期的 前期的博士都毕业了 迅速的把这个位置全部填满 然后开始了 人才过剩 所谓的人才过剩 你找不到合适的位置 坑都被别人占了 对 坑都被占了 从那个时候开始了 这个东西我觉得跟那个 不同的时代有很多的关系 像徐阿姨刚提到说 那个历史的那种福建村 其实像90年代初 像相表也写过 像浙江村这种 这种以地域为纽带 同时又在北京京郊 形成了这种片区 其实非常封闭的 那你怎么看待 他们和这种城市的关系 有一年 大概是第一年吧 在北京过年 我打白菜 一斤好几块 你在平时是不可想象的 过去那是几毛钱 平时打白菜 但是到那个时候 因为我们没有生活经验 因为每天都去买菜 一到头发现没了 然后你要买 就特别贵 还有一个朋友 他孩子有一个保姆 这个保姆过年回家了 回家以后 孩子不干了 吵着要保姆 因为整天保姆带着 没办法 让人家过来 人家刚走 你不可能让人过来 大过年 怎么办 两口子买了机票 带着孩子 到了保姆的那个县 在县城里面 开了一间房 在病馆里面 过年在那边过 然后把保姆接过来 有事帮我再回去 否则孩子不干 一直哭 你说在这个时候 你就能看见 这些外地人 到底有什么用 如果没有这群人 你就会发现 我们这房子 是四面露锋的 但我觉得说 外地人的时候 我也觉得 我自己是个外地人 我从来都觉得 我是个外地人 我觉得北京 有一个神奇的特点 就是如果你老家 是外地的 你可能在这住半辈子 你也不会跟别人说 我是北京人 而永远都说 我说我是东北人干嘛的 就我不会认为 我自己是一个北京人 我觉得北京人 这个门槛 实在太高了 就他的心理门槛也很高 他就是一个认同感嘛 对 你比如说我 人家说你哪人 我是江苏人 就是做梦没睡醒 说梦话都说你是江苏人 但是你问我儿子 哪人 北京人 然后我说 你是江苏的 连远港的 东海的 他就说 那就是我一个籍贯 老家对他来说 就是一个籍贯 我是北京人 他们理所当然的 觉得自己是一个北京人 而我们无论如何 你觉得你说 自己北京人的时候 都觉得有点矫情 对 很心虚 就是你在比如大城市 你没有任何亲属 你中秋节 干嘛 端午节 清明节 都没有关系 然后今年清明节 我回家 然后就发现 清明节在老家 是一个这么重大的一个活动 我所有的亲戚 都会回去上坟 然后在我站在我姥姥 那个坟前 我就数了一下 今天来了十几个人 就哇 好盛大 大家好开心 一起晚上回去去 吃点什么烧烤之类的 但是你在北京 清明节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就你所有的根都不在这 你的亲属也不在这 它缺少一种关系 对 缺少一种让你可以 能够完全融入进去 那种可靠的关系 而且文化认同很重要一点 就是一个群体 对 你的群体也好 甚至你会不会说当地的方言 对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衡量 因为像在上海的话 其实有大量的拥有上海户口的人 他可能是外地人 但是他有上海户口 但是他们不认为自己是上海人 其实跟你的情况其实挺像的 那很多时候就是觉得 我并不会说上海话 我觉得这个语言可能真的确实是 也包括在北京 比如你在北京的话 你上口 这东北口 英语出来 对 你也很难说我是北京人 对吧 对 我对徐老师还有一个比较好奇的点 就是比如说 以前我们看中国作家作品 大家都都是写乡村 就贾平鸥他们那些 就包括 就严连科 他们都在写自己出生的那种农村的生活经验 然后因为我也是 我的老老爷那部分是北方农村 所以看起来很眼熟 然后比如说我现在阅读取向 可能是经常看那些写城市的小说 尤其是女性的 女性书写的小说 然后我觉得就是写京郊 或者是写这个中间过渡阶段的 这个还是个挺空白的地方 就很少有人来写说 从城里到城市的这些人 我觉得这是您特别说想以后 持续深耕的一个领域吗 以后的写作是什么样 我还真不敢说 但是这一块 他已经写了很久了 对 对这一块的确是我花了很多时间在探讨的 我把这一部分人命名为在路上的一群人 就是从乡村到城市 我个人受教育的一个过程也是这样 小学是在村里念的 初中是在镇上念的 高中是在县城念的 大一大二是在一个小城市念的 大三大四是在省城念的 研究生是在首都念的 就是这一个过程 我基本上是慢慢走过来的 如果你想写这个在路上的过程 你必须有前头的生活经验 同时有后头的生活经验 就两个端点之间的经验 你是要有的 而中间这个过程 如果你能够占有的素材 占有的资源 越多越好 有一部分人 比如你刚才提到的 很多的那些老作家 50年代出生的 我们的前辈作家 很多可能在城市生活很多年 但就依然很难写城市 整个乡村的生活 已经完全浸润他的 一个发肤血肉 他的那套观念 他的那个认同感 完全在另外一个端点 所以他没法写这个东西 而我们相对年轻一点 我们对城市的认同感 可能比他们稍微的 要缓和那么一点 对 我觉得是有这么一批作家 确实是当他们在一个 可能出生在一些小地方 甚至一些中国南方 或者说西部的一些省份的时候 他们写自己家乡的故事 那个是有根的 他有大量的一些 过去的经验的元素在里面 但实际上我们会发现 他后来也 比如说他整个人 其实也搬来到北京 或者住到了一些大城市里面去 但你比较他们写北京的文字 或者写城市的文字 和他过去写自己成长的 所在地的城市 你还是能够感觉得出来 他其实有一个把握的杰作 包括整个水平上 是有一个不一样的 昨天我见到孟严老师 他在一个演讲里面 就提到文学和故乡之间的一个关系 他说在他写作的时候 首先要从故乡出发 那是他的人生的原点 是他所有的资源的一个出发点 只有回到那个地方以后 他最后活起来 整个笔才会活起来 然后写外面的世界的时候 他也必须回去 也就是说 他从他那个故乡 可以四通八达到世界上去 而他的世界写着写着 最后也得回到故乡 你看最近看他的晚书的人 哎呀晚书的人看得真是开心 我看得非常高兴 就是里面很多方言 因为我们俩他是山东 我是江苏 我苏北 两个地方距离特别近 方言风俗都是一样的 真的你看到会心一笑 而且那种方言用起来 活灵活现的 他如果离开这种语言 换另外一种语言 那种表现力可能就不如这样 而且他表达的起来 也许就没有这么趁手 所以对很多作家来说 写哪个地方 是跟他的语言系统 有很大的关系 你比如说对城市这个语言系统 如果他更能接受 那可能他写起来会更舒服 如果你写城市的生活 用的全是老家的方言 那你会觉得极其的别扭 比如我个人写小说 我写我故乡 我可能会比较典雅一点 尤其写运河边上水边上 湿润一点 有弹性一点 日常一点 如果写北京 我会用短句 会用口语 会幽默一点 两边的语言完全是不一样 它不是一个语言系统 你说在国贸 我用的非常抒情的 挥一挥手 不带头一片云彩 那种语言来说 它是不搭的 它就是一个短评快 非常直接 干脆 俐落的 带点幽默感 带点幽默感 带点自嘲的 而且速度很快 节奏很快 那你在故乡 它就是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缓慢的一个东西 你如果用极其迅速的 一个语言又短句 你会觉得它有怪异 它是不协调的 那现在的话 比如说像 假设我们用这种金交文学 来形容这种 以北京郊区的这批 其实是以外地人为主体的 这么一个写作对象的写作 它跟我们所认知的那种 比如说所谓的移民文学 它本质上有这种 共通的点 因为在我看来 他们可能是没有 实现移民的移民 他们把人生的大部分的 或者说相当重要的 一个时间 花费在了 比如说这座城市上 他们在这生活了15年 乃至20年 这一段的生活 就是特殊时期的一个生活 我不知道以后怎么定义 就这段时间写这部分题材的作品 我们又如何去阐释 但是我在看国外 其实也有这样的一些东西 有的时候我觉得移民 最重要的问题 其实不仅仅是解决生存问题 一个物质上的东西 这个相对来说很好解决的 最不好解决的 就是一个心理的问题 而我们中国 这个移民 在国内这种移民的风潮 其实跟国际之间的这种移民 它是同构的 我从江苏到北京 如果在欧洲 已经跨了好几个国家了 我从一个乡村的孩子 进入城市 完全是第三世界 进入第一世界 从一个农业的一个时代 进入工业文明 对吧 我们其实面临着 同样的一个问题 来到这个地方 如何自处 何以自洽 我们如何能够在这个地方 我说我是个北京人 为什么我生活 在北京生活快20年 我每次说 我是一个北京人的时候 当然我也不会说 跟你一样 我不会说我是一个北京人 我只会说 我住在北京 对 我们会在措辞上很讲究 为什么讲究 那还是因为有问题 我们不能理直气壮的 坦坦荡荡的说 我是一个北京人 而这个没有解决的问题 在一个物质问题 解决了之后 生存问题解决之后 看起来好像无关紧要 如果你物质问题 没解决的时候 再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你是扛不住的 就是他精神上的一个困境 会变得更加的巨大 但是写国内这种小镇 晋升的这种故事 还是相对少很多 很少 我刚想到 之前看过那个托宾 写的布鲁克林 然后我看那个电影 我看那个书 都特别特别有功名 他就是一个小镇 我看过那个 对爱尔兰女孩 然后他到美国之后 对他是在他同乡会里边 认识的一个男孩 然后他老家有一个男孩 他在里边这种纠结 然后我就觉得 就是这种小镇女孩 到了大城市 他希望建立一个家庭 建立一个家庭之后 他就有稳固的经济收入 然后两个人一起去打拼 给他那种安全感 就跟我们从小城市 来到北京 其实是一样的 对他对那个男性 不光是对爱情的期待 也包括说 他跟这个人共建家庭 在这一个竞争 极其激烈的城市里边立足 他是有一个这样的需求 对尤其像爱尔兰人 或者意大利人 这样的民族 因为他们这种是 那种城市化率相对低的 最早的一代 比如移民美国的这些人 你会发现他们的这种 比如说依靠同乡的 这种形式 以及他们大量的去结社 以及他们把过去在本国 在爱尔兰 在意大利的这种 以个人威望 或者说这种乡村的 这种亲情连结 也搬运到了纽约 这个其实跟中国的 这个整个近代史上的 这种移民社会的形成 整个结构上 是非常非常像的 对 爱尔兰人 因为很弱势嘛 而且是不自信的 像犹太人 他都必须要扎堆 你刚才说的那个 像那爱尔兰的姑娘 她是把根 从爱尔兰拔起来 她希望这个根 能够在纽约 在布鲁克林扎下去 扎不下去 他就会心慌 他找到一个男的 然后两个人建立家庭以后 他希望找到安全感 然后把根扎下去 我们现在可能就存在 这样的一个问题 这个移民 一个大问题就是 连根拔起了 自己又没法 把自己个栽下去 或者栽下去 不能生根 不能抓老脚底 还是个大地 那你就不安全 那种不安全感 让我们真是 整天心慌 是 所以另一方面 也是为什么这么多年来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就想着我索性 就不用待在这了 我回到 有我根的地方去 其实他也是有一种 安全感上的一个出路 而且还有一个 我觉得这一点 就是我们的生活观念 发生变化 很多人可能更愿意 相对优先一点 自然一点 健康一点 放松一点 你整天在北京 疲于奔命 那我不如在小城市 悠悠然然的 对吧 该上班上班 该喝茶喝茶 该干什么干什么 整个人出于放松状态 过去我真是 觉得要离开老家 都觉得生活别的别处 好日子全给别人过了 现在我一回老家 我觉得特别放松 我就很舒服 因为老家的基本的 一些日常吃穿用度 所有的东西 都能提供给你 冷了 有空调 热了也有空调 不像过去 一冷天 就得烧个炉子 没个炉子 整个呛得要死 你不愿意回去 回家以后 这些东西没有焦虑以后 那你人就特别放松 所以我现在 我觉得老家很好 能在那边买方植地 过一个地主的生活 那也十分美妙 这个有列上你的 这个计划单吗 人到一定年龄 说真话 我也不知道好还不好 至少中国人 一个中国的男人 他的内心里面 都有一个地主的梦 一个老地主的梦 我说老地主 不是说他多贪财 而是说 他是一种生活的方式 就是一个都门都户 一个小院 你有一个院子 能悠悠闲闲的 该干什么 干什么 能够种菜 能够养花 能够喂猫 可以喝喝茶 我十年前 三十岁的时候 我都觉得 这是一种腐朽的生活 腐朽的观念 现在每到一个地方去 一看那个独人独户的 一个小院 我都支流口水 我也觉得这样的日子 真不错 他给你一种 非常笃定的安全感 中国的社会 几天以来就是这么过的 我说徐老师 你其实在上海也待过 两到三年的时间 当然那会儿 你主要的一个工作 还是 其实是在北京 我想知道 其实作为中国 最大两个城市 其实北京和上海 也一直以来围绕着这种 比如说我们说移民也好 或者这种外来者的群体也好 相对来说 也产生了各自的 很多的一些争议 我不知道在你 比如说接触上海 或者说单位挂靠 在上海的 这两三年的过程中 你有观察 比如说上海的 外来人口的一个社会 或者说上海的 这么一个互交的社会 它和京交的 你所常年在写作的对象 有没有一些区别 或者你有没有观察到 一些有意思的地方 首先必须承认 中国太大了 南北的文化差异真是大 我在上海 有一种极其强烈的 外来人的感觉 就比在北京 要强烈的多 江苏不是离上海还挺近的吗 那不是 你话听不懂 整个话 我那个江苏 其实是苏北 我更接近山东 更接近北方 这个性格 无论是性格 还是方言 生活习惯 上海的互交 生活 我还真的不是特别了解 我当时去上海 当时有一个想法 就是想写一本双生记 就上海和北京 这两个地方 反正我都待过 我想在那边待几年 深入了解一下 把最有代表性的两个城市 给写一下 但是最后还发现 在上海待的时间 还是不够长 最后还是离开了 有的时候 我真是水土不服 无论是环境上 还是人际交往上 有点水土不服 最后还是回来了 这方面 我想请教一下 薛老师 因为你其实 你除了写作以外 你其实阅读 也非常的广泛 我不知道在这种 比如说关注上海的 移民话题 或者关注上海 这种外来人口话题里面 有这样的一批 国内的作家们 有 让你觉得写的非常好的吗 其实上海很多的作家 咱们说出来都很清楚 你比如说年轻一点的 就是外地到上海的 比如路内 你肯定知道 陈仓 是陕西过去的 尤其陈仓 写了很多 这方面的一些题材 还有上海的 很多的年轻人 这上海也是一个 巨大的一个移民城市 他们带给上海的 就在圈内看 我觉得是挺好的 每个人都不太一样 那您现在就是会 收一些青年作家的 处女做这样的作品 会 就是现在比如这几年 大家写的大概都是 什么样的题材呢 就到您手上的 就是作为人民文学的副主编 你这个视角看到的 一个文学上的趋势 现在一个非常可喜的 一个现象就是 年轻人的起点特别高 怎么讲 语言很好 极少有那种特别声色的 语言 就是他们一开口 一写作 语言就相对来说 比较成熟 不像过去那种 非常文艺腔那种 这个我觉得很好 另外一个眼界很宽 但这个眼界 基本上是从文学中来的 是从纸面到纸面 你看的东西比较多 而且这批孩子 基本上受教育 程度也比较高 很多人写作的时候 基本上现在都研究生了 他的阅读量肯定是够的 在他的作品里面 你能看到很多的 前文本和前文本 一个是 那个前后的钱 一个是前服的钱 你能看到这两块东西 就是说他们的作品 很多是有来路的 刚开始 比如说处女作 或者刚开始写作的时候 有两种情况 一种就是完全贴着自己 局限于自身 自己的经历 还有一种 跟自己完全没有关系 写的那种特别飘逸的 符合他们想象中的 对文学的一想象 浪漫的 飘逸的 那样的一种东西 唯美的 比如是什么题材呢 他们会写什么呢 这批孩子 大部分写的 基本上都是城市生活 一种是城市生活 自身的 跟他们比较接近的 还有一种 比较远的生活 这个很有意思 远会远到哪 有的很多就是那种 有点心理主义那样 跟八十年代的那个 乡派那个时候 心理主义的小说 就比如说像 《奇械生群》啊 这样一类的小说 因为在他们开康市 学写作的时候 跟我们一样 我当时写作 其实也是这样过来 其实一代人都差不多 只是在带 城里面的孩子 更多一些 或者说乡村的孩子 也早早的进了城 对 我们小的时候 那真是 阅读资源极其的匮乏 哪有那么多的书给你读 所以这在你的写作里面 乡村本身占了很大的比重 而这一群孩子 即使从农村出来 他也早早的进县城了 或者是生活的 生活中 已经充满了很多城市的 一些元素 所以他们写作的时候 你很难看得像我们 父兄辈那样 就是一看 就是一片黄土 基本上没有这种情况了 加上语言 修辞的起点 又比较高 看得出又比较多 他们的作品 刚写出来 相对上是比较洋气的 那现在我觉得 小孩都解决了这些问题 对他们来说 最重要的 我觉得不是最基本的问题 不是说 作为一个文体自身的基本面 这些对他们来说 都不成问题了 他们很快可以解决 重要的就是 如何能关注一个 更广大的一个世界 能把自己跟这个时代 跟现实之间 产生某种张力 有的人你看 他一个作品 写来写去写自己的一个小我 我不是说小我不能写 小我背后 都有一个巨大的一个背景 你不能让我只看到一个自足的 封闭的一个小我 即使你写小我 我也能让隐隐的感觉到你背后的一个广阔的一个世界 他们之间形成一个张力 我看到的不仅仅是你 还是你这一拨人 一代人 你跟这个世界之间的一个关系 这个就要在写作中一点点摸索 建立作家个人 小说中的人物跟这个世界的关系 我一直说 一个小说 它是一栋建筑 不仅仅是建筑实体 还包括它的一个阴影 建筑和阴影 共同组成了一个小说 或者说建筑仅仅是它的故事的那份物质的载体 有的故事 写的很大 但是它阴影很小 角度不对 小说到故事为止 有的故事不大 但是因为它角度好 它能拖着一个很长的影子 那么你会觉得 特别有意思 你说比如说鲁迅 鲁迅写故乡 我们每个人都写过故乡 鲁迅写的故乡 可能建筑故事也不复杂 那你就会发现 这个建筑拖着一个巨大的影子 特别有韵味 有意韵 我们写一个故乡 就是一个小事而已 你就是一个孤零人的太阳直照 你的阴影就在你一条圈 但是鲁迅一写 他想要拖出一个巨大的阴影 那个阴影 其实属于文学的那部分 所以你看大师的作品 你比如说刚才说到托兵 托兵没有一部小说 是在关节点 用的是戏剧性的冲突 托兵自己就说 如果写到需要戏剧称突的时候 他会特别警惕 他要说平常话 有平常心 就是要写出来 洗烟不查的那部分 我不靠那种 跌宕起伏的耸人听闻的东西 去吸引读者 所以就是说一个作家 我不需要把这个建筑 搞得非要搞得一百层 你以为一百层 你就巨大的阴影吗 你如果角度不对 你的阴影还是在你旁边 对 你即使搞了个十层 搞了个一层 一个小平房 斜阳照过来 那个阴影也无限的延长 一个好作家是 能力在那个地方 这方面 我觉得像那个厄普泰克那些 其实也挺变形的 就是他讲很多的那种 家庭之间的 其实我们看起来就是一些非常 鸡毛蒜皮 鸡毛蒜皮 是 它就是吸引不查的东西 我们没看见 他看见了 所谓的语无声处听惊雷 就是这样 好作家的确有这样一个能力 既然聊到了 这个人民文学的这个话题的话 那帮助我们的听众多问一下 因为像这种专业的文学期刊 比如像你们的选择 稿件的一个标准会在哪里 就是很多人会认为 这是一个圈子内的这么一个游戏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去看待这种问题 我想问你一句话 如果你做杂志 你会只在圈子内玩吗 这熊阿姨也是做杂志的 你会只做圈子内的事吗 所以我觉得很多的人 有的时候对做杂志 对这些东西有误解 说你们只发明假的 其实完全错了 我做了16年的编辑 对于我来说 我最得意的 绝对不是说 我发了诺贝尔奖得主的 发了矛盾文学奖得主的 鲁勋文学奖得主的作品 而是我发现了一个新人 这个新人经过我们杂志 经过我的责编以后 他提振了信息 从此写作上了一个台阶 现在变成了一个好作家 但是刊物自身的发展 他必须有一部分 自己的一个相对固定的 可靠的作者群 对吧 你会跟他们约稿吗 我会跟他们约 而且有的时候 我会跟他们谈 一个作品 我们会聊最近在写什么 或者考虑什么问题 他会跟你说 跟你说的时候 你在写作的过程中 甚至在写作之前 我就会跟他聊 从我的角度 我觉得这个作品 应该怎么写 当然你可以按照你的方式来写 这个过程是他已经开始写了 还是说 有的是开始写 有的开始没开始写 因为说一个很好的朋友 肖江红 贵州的一个作家 后来那个 浓面这个小说 获得鲁熊学奖 是我发的 他第一次给我的一个小说 是三部曲中的一个 叫古镇 就是贵州放古的 古镇 没看完 我觉得特别好 然后我们就在电话里面沟通 提了一些缺点 提了一些问题 他改了 改了以后 我说你这个系列 应该继续写下去 然后咱俩就在电话里面 贵州 还有哪些喜奇怪怪的东西 就是对别人来说 相对陌生的东西 他说到面具挪戏 说到玄关 我说行 就写这个 一年你给我一个就行 认真去做工作 就是自己 他自己天然调查 扎扎实实的写 写的过程中 我没有聊天 第一部作品存在什么问题 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到第二部 再往前进一步 然后第三部 就一点一点一点点 我们就这样聊 因为我们是同学 所以可以放开来聊 我说我这是给你的建议 你觉得科学 你就可以参考 不科学 你完全可以扔一遍 那作家和编辑之间的关系 就是这样 我经常觉得 作家和作品和编辑 它是共同成长的一个关系 那对于一个新作家 或者一个新作品来说的话 比如您从一个文学编辑 尤其专业期刊的文学编辑角度来说 你更看重 或者说在整个的 我们说如果有个六边形来说的话 你更看重其中哪一点 比如说结构上的创新 还是说反映的这个 思想意识上的一个深刻 还是说它故事本身 这不能偏废 首先在整体上都不错 就是它有个基本面 基本面你肯定得中上 你得过平级分 对吧 在这个基本面都过关的情况下 如果你有哪怕只有一个新东西 而且这个新东西 我看到的觉得眼睛一亮 其他有点毛病 我都能接受 我可能现在不愿意接受那种 看起来都很好 但其实是一个平庸的 一个宴品式的东西 那像您一般都从什么途径来找新的作家呢 我们的途径 不仅仅是作家之间一个单线联系 我跟评论家之间 我跟读者之间 我跟作家之间 也建立一个联系 很多作家 我最近在哪个杂志上 一个小杂志上读了一篇作品 这个作品我从来不知道 这个作品写的不错 那我就问哪个杂志 哪个作家 我去找来看一看 看不错 好 我跟编辑说 赶快去约 我也不敢说约来就一定能用 约来先看看 有的他们送上来 我说这个东西 火火还不到 让他再改一改 改改看 再改一稿过来 不行再改 有可能改了几稿以后 还是不能用 那你就再约吧 有的就是把一个作家 一点点磨出来的 你每次跟他讲一点 如果他能认可 在改动的过程中 他其实是在进步 他大概会改什么呢 很多东西 我很好奇 来自杂志编辑的 你认为可能改的 所有的东西都可能改 包括题目 你比如前夫 看过电视剧前夫 前夫的题目就是我们改的 原来不叫这个名字 有很多的 其实都可以 有的时候人名的 有的人名不合适 或者哪个情节有问题 就是你能想到 可以改的东西 都可能被改 当然我们的改不是说 因为你有话语权 你有个人瞎改 那么肯定征求作者同意 你同意了 我们互相论证 觉得改了会更好 你不能随便改人家东西 我都跟编辑说 我也是我自己 做编辑的一个原则 能不改的 我就不改 我要充分尊重 作家的风格 有的人就喜欢这样用 只要他不是特别的 凑到天上去 在我的理解里面 他能过得去的 那就保留 就是因为我做一个圈外人 我一直觉得说 写作是一个完全就是 靠这个人自己的毅力 和他灵感 然后这个小说家来写一篇小说 然后现在挺好奇 就是说 如果作为一个文学期刊的编辑 会对他文字做哪方面的修改 比如说会说他这个 里边哪些人物的设置出了问题吗 或者是说他的什么描写出了问题 还是怎样 都可能 就是刊物的编辑 一般会比出版的编辑成书的 那个出版社的编辑 要求要更严一些 一般是这样 就是很多作家是编辑改出来的 不是说因为作家是编辑改出来的 编辑就要觉得自己多牛多牛 鞠躬至尾 你比如说那个卡福 那是最天性的 对对对 因为那个托马斯乌尔夫 就写天使忘顾香那个 对 那编辑说你只管写写完 我给你改 都在火车上一写写十万字 十几万字 那编辑说肯定不能这样看 对就那个天才的编辑 那个电影里 就给他的 就是他的权力很大嘛 破金斯 那他必须这样干 就是有的时候你作家写 你会着眼于局部 着眼于细节 但是编辑看的时候 他能够拉开一段距离 他会从整体感上来看 哪个地方 节奏是不是有问题 密度是不是有问题 他会从局部到整体 而且他会有一个比较的眼光 在当下的所有的作品里面 因为看的多嘛 相对来比较多 那你要哪些保持 哪些自己独特的 把自己独特的东西放到最大 把那些跟别人同志的 去同的东西尽量避免 是不是期刊的编辑 可能更侧重于一个 比如说文学本身上的这个角度 但是如果是出版社的话 他要考虑一个 比如说书籍作为一种商品 至少从我做编辑的一个经验来看 作为商品 我不那么看重 我首先要保证你是一个好作品 我所谓的好作品 就是艺术意义上的好作品 就基于文学本身的 对 我可能更看重这个东西 你好不好卖关我啥事 对吧 就是人民文学跟收获 跟花城这些 现有的这些杂志 大家会有不同的区别吗 取向 肯定会有个人的不同的趣味 比如花城 它会更先锋一些 因为花城 山花这样的杂志 它一直就是以先锋 为自己的旗帜的 而且的确这些年 推出了很多的先锋的作品 就是我们共同的目标 都是推出好作家 好作品 但是在这过程中 会有一些微小的 或者说相对独特的 个人的一些风格 所有的杂志都是人做的 有什么人就变出来 什么样的杂志 对吧 还有一些 它可能是与地域关系 有些杂志 它可能觉得 我应该把我认可的 某一种的文化风格 加大力度推一下 或者说有些杂志觉得 当下有些文学的风潮 有点问题 我们希望经过自己的杂志 改变或者引领新的风潮 这都有可能 就是有的人也会希望 自己的杂志承担一点 这种纠偏的作用 杂志我觉得好的杂志 是必须要有这样的 杂志不是完全被动的 去呈现 我不是一个展览馆 你拿什么我都展览 我自己有自己的一个趣味 我自己有我自己一个导向 它有时候也要跟潮流保持距离 对 有可能一个是我会制造和引导某种潮流 但同时某种潮流泛滥了以后 我希望通过我自己的力量 去揪篇 甚至去制止 去压抑 让文学 回到一个相对良性的轨道上来 一个好的杂志 它应该有这个能力 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 有这么一个理想 原来的三连 就是诸伟原来不也是 是什么人学的 对啊 因为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编辑 对啊 诸伟老前辈 诸老师后来一直写 我都不敢管他叫老师 因为就很恐惧 就是我们都管他叫老主编 就他后来不也写了很多回忆吗 就当时骑着自行车 去各地收稿的那种感觉 就很亲力亲为的那种状态 我现在很想知道说 做一个文学编辑 他的成就感 或者是他的影响力 是不是还是能跟三四十年前差不多 不过这是一些现在的新作家 然后发现他们也是会把自己的稿子 投给就是期刊 而且会把在期刊上刊发 当做一个非常重大的事情 就他这方面的影响力 我觉得还是很持续的 而且还有一个朋友告诉我 他投了那个期刊刊发之后的稿费 超出他想象 他拿了两万块钱的稿费 为了一篇短篇小说 多少字 应该一万到两万字左右吧 他就觉得这个稿费也超出了他的想象 因为期刊的 尤其是好的期刊 他的发表 基本上代表着圈内的认可 就是同行认可你了 因为他的要求更高一些 标准也更高 门槛更高 另外一个在今天 的确有一些刊物 稿费挺高的 我觉得稿费高是一个好事 文学这个东西 写出来好作品真的不容易 大家都很辛苦 为什么不高一点呢 我们也希望能够给更多的作家提供更多的福利 和能力 假意时日 我们都是看得见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其实没有一个编辑 真的很愿意把自己名声做杂了 也没有一个杂志 希望若干时候以后 人家提起来就骂 所以不能太妖魔化 您现在还回北大中文系 跟他们交流吗 回啊 我会是各三下午回去 现在学校里的这些研究者 他们在关注什么呢 现在有的时候 我觉得挺遗憾的 就是很多的年轻的学生 读文学作品 尤其读当下的作品 越来越少了 整体上 我觉得我那会读书的时候 我们相互之间 交流的还特别多 这一期人民学出了什么 这一期收获当代十月 出了什么好作品 现在很多的学生都在看理论 理论能讲成一大套 你一提作品 完全蒙了 有一次我们招的新编辑 考试的时候问 百年孤独谁写的 一个博士说 马克吐恩 然后说白银时代 俄罗斯的白银时代 随便举三个作家的名字 举不出来 这就是一个大问题 对 这好像是一个 就是创作和我吸收的 中间在进行一个割离 就很多写的很好的人 但是他可能在阅读上 不只是说文学本身了 包括所有类型的这些 他的摄入 因为我也经常在朋友圈 能看到你的一些评论 很多的关于 像刚刚提到 像关于厄普代克也好 或者最近好像是 你也做了关于俄罗斯的一些 时隔三百年的 这样的一些书评 对 这种作为评论家和作家本身 这种几个身份交迭在一起 在今天看来 有点像一种古典的写作者了 我一直是两条腿走路 当然我的重心还是在写作上 创作上 评论我也会兼着做 因为编辑本身其实是另外一种 意义上的批评家 我们只是不写大骨头文章而已 有的时候你的稿签 那就需要短小精粹 三两句话 几百个字 你把这个作品 它的优势 它的缺点 要给它做一个相对比较中肯的判断 那它就是一个批评家 所以有的时候 我也会有意识的 会写点大的文章 因为有些能力 这个东西老不用是退化的 对 其实徐老师 你今年其实出的北京西郊故事集 创作于过去十年当中的 九个短片的一个合集 也在今年是入了宝泊文学奖 短名单里面去 所以我们今天做这个节目 也是正当时 你今年有了新作品 然后个人也非常期待 不单单是北京了 比如说在上海 在广州 在这样的城市里面 能有更多的一个 关注这个城市的一个 外来人口的 这么一个话题的这些作品 因为过去的四十年 就是我们这个国家 发生了轰轰烈烈的 这种人口的结构变革的 这四十年 文学不应该在里面缺席 甚至应该出现一些 了不起的文学作品 能够沉淀下来 也非常感谢今天 徐老师做客 我们胡走胡右 当然还有熊阿姨 我也很高兴 能跟两位梳理一下 我个人对这些社会问题 和文学问题的一个看法 有的时候的确需要 深入的沉浸式的聊天 是 这样才能把很多的问题 给梳理出来 来发现最真实的自己 好 谢谢 那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